媳妇,国内泡菜仗着还有钱吗? 有啊,但是没有多少了 钱呢? 咱们泡菜从三月开始因为国内疫情一直发不了 能发的地方呢,还不保证时效咱们没敢发 就能发过 然后现在咱们不是生产冷面了吗? 那边还得给什么包装费啥的 然后国内还有客服务 物流,你不都得给费用吗? 那咱们堆垫钱够吗? 好像不够,我手里现在凑凑也就能凑四千万 还差将近一千五年 那咋整啊? 这段时间卖了也不少饼 花的也多呀 给安山大哥给了一千五百五十万 然后在店里的租金给了五百八 然后给爸妈租的那个房子押金五百 然后咱们又囤油跟面 又买肉啥的 这都大钱 然后又把里边的那个三个冰箱都给换了 然后还给日当一幕 看不着钱 我现在手头说的就是你这次退支禁 退的房子 就这个钱 那咋整啊? 过一天签合同了 我妹行事能差这么多钱呢 那上两天咱俩上我姐家的时候 我姐还说给他们拿钱呢 那你咋好意思? 人家也做生意 他们那个地方得压老多货了 现在马上就是一句间的忘记 得尽可多可多的压钱 是 我以为当时钱够了 我妹行的差这么多 你想想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办法有呗 找我国内姐夫咋样 那行吗? 他可喜欢我了 总跟我说 有啥帮忙的 你跟他说就行 那你问问呢 我给他发个视频 这么晚了姐夫睡觉吗? 我那现在才几点 你跟姐夫说呀 没说 咋不用 哎 你好 姐夫 没睡觉呢 没有 这才几点 你干啥呢 我也没睡 饭愁呢 我啥呀 我看你最近那个女儿饼店的生意 不还挺好的吗 是啊 然后我跟我爸妈 还有我媳妇 想把这个店给盘下来吗 嗯 那现在手里边缺点钱 嗯 所以弄新的 哈哈哈 缺多少啊 1500万韩币 嗯 那人民币多少钱 人民币大概 八九万块钱呗 嗯 行 那没事 前两天你姐还说了呢 你姐说那个看你们视频 把天安房子什么都退了 然后要对这个店忙 你姐还那个 那聊天的时候说说缺缺钱 但是这两天忙 忙不忘了 嗯 那八万九万能够吗 够 我都不好意思了 你看我这么一说姐 我就直接知道我啥意思了 哈哈哈 那那个你姐看你们视频 我也看你们视频 嗯 嗯 没事 那要是不够的时候 给你打十万也行 啊 不用 到时候我就用个八万块钱 然后 这个钱我晚点给你行不 行 那都没事 大概 在冬季啊 嗯 这叫 叫的去货卖粮给啊 哦 反正年钱给你吧 行 不着急 你什么时候用啊 我就 五月初呗 哦 那我让这两天 让明后天 让你姐给你打过去呗 嗯 好姐夫 先谢谢你啊 行 哎 客气啥 不用客气 那我就对什么 我这个这两天 我让你姐 我我我 我明天吧 明天跟你姐说啊 嗯 我让姐给你打过去 嗯 好姐夫 谢谢姐夫啊 嗯 行 不够你就说啊 嗯 知道了姐夫 行 那你们也注意点 注意点身体啊 嗯 嗯 好 好姐夫 谢谢姐夫哎 哎 嗯 你高点睡吧 好的 嗯 好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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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看我姐夫一输就知道啥意思了 嗯 是不 人家做大生意的 是不 嗯 嗯 我可不愿意跟张后借钱 对 但我姐夫可喜欢我了 她刚和我姐结婚的时候 我不会来事吗 她就喜欢我 对我可好了 总跟我说 你要说有啥事了 或者是用钱的地方 你就跟我说就行 都是人情啊 哎呀 反正我姐夫 姐姐咱们拿这个钱了 嗯 姐决然没志气了 嗯 你别愁了 咱们尽快努力挣钱 把人钱给还过去 是不 熟熟睡觉吧 不用闹心了吧 你看我这几天下午 嗯 我就约都上了 是 跟我辛苦了啊 媳妇 别叫我 嗯